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如今师父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是83年的猪女 我结婚八年了没有孩子 83年属猪的 对 83年属猪的 好 你告诉我你老公属什么几几年的 也是83年的猪 你的问题 我告诉你啊 你去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你有一条肃软管堵塞的 这样子的 听得懂吗 但是我看你身上 有过一个小灵性 你过去怀孕过 可能是不小心掉过 我从来没有检查过 出怀孕 我就不讲你了 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我以前做过那种人工的 看见吗 看见吗 好了 小姑娘 这个都没关系的 好好念经 你的面羹当中 还有一个女孩子呢 哦 好 你把她生出来就好了 怎么好像台长讲的很随便一样 那我需要现实 还需要多少小房子 你啊 你属猪是吧 对 你现在小房子87张先念 念给孩子吧 念给孩子啊 你的名字的孩子收 好吗 好 87张 家里稍微 弄得干净一点 好吗 因为我看你家里不干净 你的脸整天很干净 你天到晚做面膜 家里弄得脏脏的 我家里 听得懂吗 好好好 稍微勤俭一点 女孩子啊 好 虽然你现在很凶 等到哪一天 她比你凶了就麻烦了 听得懂吗 好 那我功课需要怎么做 功课你最好多念大悲咒 我是念49 因为你阴气比较重 你要增加能量 心经呢 你可以念17遍 大悲咒念21遍 好吗 那我念49遍可以吗 可以 礼佛念三遍 我念了五遍 可以 没什么大问题 那放生的话 我需要放多少条 放生是吧 放生你这样吧 放生你也放1500条吧 好 好吗 好 我看你很聪明的 你人很聪明的 但是要记住啊 要聪明在正道上 好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来 我还想问一个王人可以吗 你问几个了 就一个 一个 好 王人说吧 王人 姓和的人可和 和什么 和银汉 银是那个 银行的银 汉族的汉 和银汉 对 什么男的女的 男的 什么时候走的 99年过世 和银汉 男的是吧 对 你给他念过小房子吗 念过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脸啊 是稍微有点圆圆圆圆的 就是稍微有点胖一点点的 不是像瘦长条的 他挺瘦的 但是不是完全瘦长条的 而且呢 这个头发全部花白的 头发有白 走的时候很痛苦 是是是 就他了 他是得癌症走的 对了 很痛 痛得不得了 对 走的时候脸不是肿的 明白了吗 他现在在哪里 是你的谁啊 我外公 他在阿修罗道 这样子 你外公生前经常帮助别人做好事情 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我就讲到这里你就知道了 明白吗 虽然没有怎么修 但是他的根基非常好 他的上一世 就是上一世 他是修得很好的一个人 好了 听得懂了吗 他给你们拖过梦 对他来找过我背景很好 看见了吗 看见没有 找过他背景很好 阿修罗道呀 阿修罗道不过也差一点 大家看过阿凡达电影吗 还是要给他念小房子 飞来飞去 但是也有树林的 最好我们阿弥陀佛进去 好了 那我能再给他念一些小房子 你再给他念把他推上去 看看推得上去推不上去 大概念几张 大概念几张 你要给他78张念两波 看看他能推上去的 好好好 他人挺好的 实际上你这个外公人挺好的 嗯嗯 好吧 对对 帮了很多人忙 嗯嗯嗯 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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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